这矿道里面基础矿石看起来还挺多的 我刚刚已经挖到一个黄铜矿了 制作了个熔炉先放出来 稍后咱们有矿石就可以塞进去烧制了 我现在有魔法披风 挖矿速度那叫一个666 用不了多久咱们就能变成土豪的 我挖多了一些宁能金 现在给熔炉多增加点燃药哈 顺便把身上的铜矿也扔进去烧了 等会就能进入同期时代了 哎 可惜我身上只有两个皮革 要是我也有魔法披风 咱们的挖矿效率将会大大提高的 早说你有皮革嘛 果汁里有六个呢 给你 七个就可以制作了 很好 那就谢谢老板了 我马上来搞起 我看看有什么不一样 叫做效率披风 挖掘速度可以增加90%啊 很好 直接制作了 然后立马就穿上 准备来试试看效果了 没错 只有自己试一下 才能体验到有披风和没披风的差别 舒服 舒服 你之前说敲岩石跟敲豆腐脑一样 我还不信呢 现在自己体验到了 确实超级轻松的 这边黄铜都烧好了一些 我准备来制作铜稿了 挖掘速度也会稍微再提高一下 哎呀 植物纤维不够制作了 你还有吧 啊 你这坑货 谁叫你下矿钱不被多一些啊 我还有二十几个 一半给你吧 你给我省着点用哦 谢谢老板 然后小心你后面哦 啥来的 哎呀 原来是长毛怪啊 别以为就你有长毛 哥也有 来比比谁的更厉害 嘿嘿 技术真采 哥利用风骚的走位 就扎不中我了吧 该我好好伺候你一下了 啊 这么不堪一击的 哎呦 好像这边的矿道 更宽敞的节奏哦 希望飞一点 我现在就往前逛一逛 我回来了 只挖到了几个铜矿而已 没有发现秘银 那看来还要继续往下才行 深层矿道才有好矿石 那等我刚放进去的铜矿烧完吧 而且我拿了三个烧好的铜钉 刚好可以来制作一把铜稿了 大师兄 我东西都收拾好了 咱们可以继续往下探索了 刚好我在窥探到 这个地方下面有矿道了 直接开挖咯 你也跟上吧 好嘞 听从老板的吩咐 我马上就来 你个坑货 我没叫你的臭脚踩着我下来的啊 还好已经吓到了新矿道了 我刚刚是想自己挖下来了 没想到脚一滑就踩到你了 哎 谁打我啊 还有谁 就拿着木棒的这个门咯 长毛赶紧怼回他 OK 直接送他回老家了 现在来到了十七层 应该各种矿石都容易发现了 我收下自己个铜矿后 来好好收挂一番了 这边有分岔路口 不知道要走哪一条呢 这简单 咱们兵分两路 一人选一条不就行了 我走这边 啊 没路 就个缺口而已 你这坑货是瞎了吗 哈哈 眼镯 看错了 这边有秘银 你先收啦 我继续往前走走 敲好了 现在有效率魔法披风 就连秘银也是轻松可以敲下来 真是舒服啊 这个能源碎片也得收了 这可是制作激活核心的重要材料 这里面还有琥珀 等会挖到玛瑶 就能合成收集魔法棒了 OK 全都收下了 哎 大哥 你跑那么快干嘛 这边不就有个玛瑶了吗 就来敲给你看看吧 啊 不用不用 有这种好事我自己来就行了 哇塞 速度也挺有的 直接就敲掉了 很好 咱们的收集魔法棒有着落了 稍等哈 这里面还有玛瑶呢 等我挖完了再说 好家伙 还不少的杰重呢 还有一个我得上来收了 没想到同稿敲玛瑶也可以这么舒服的 这披风真的是YYDS啊 我都有点期待后面的几个披风 又有什么魔法了 好了 魔法棒我制作出来了 我现在弄个收集箱 然后放一根进去给你哈 好嘞 谢谢老板 接下来咱们的收集效率也会大大提高了 我再整理一下材料 然后咱们继续在矿道里面搜刮一波 完了就准备上去了 没问题 我饥饿度不够了 补充能量后就开稿 后面我们又录了一些秘营矿 然后制作了秘营炉 现在还剩几个秘营 还可以来制作两把秘营稿 等会送一个给大师兄吧 老板大气又有格局啊 这还用说 拿去花吧